我们这边问一下 召售初老师 什么紫薇命格的男人 不会是好老公 所以我们来先想 所谓的不是好老公 我们看 每个人都有夫妻公嘛 是不会是好老公 不会是好老公 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了 五曲 破君 火星 三颗星 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这样子的星 他能不能是个好老公呢 其实各位要去想一个问题 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三个 全部加在一起去想 他是一个很man的男人 很man 那man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啊 好事嘛 就像我们传统讲 智人勇 是不是很棒 三达德 勇者 可是勇者一定会怎么办 勇者必狠 脾气很大 脾气大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你婚前说 哇这个好man哦 真的是太棒了 对不对 值得依靠 婚后会发觉 他一发火 可能拳头挥过来 或者是如何 那我要小心翼翼地过活 怎么办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个 情人跟老公的差别 婚前的加分项目 往往是婚后的扣分项目 婚前的加分项目 往往是婚后扣分的项目 对 比如 高富帅嘛 对 那婚后会是怎样 婚后不会变矮 对不对 可是你看习惯了 又就会觉得这个人 谁这么老要做什么 那富呢 有钱呢 婚前看有钱当然是好 有钱啊 每个女人都想来抢 是 帅 帅会变老 帅是属于边际消音 越来越低的 对不对 怎么样都会变老嘛 连老射衰嘛 可是还牵涉到一个问题 比如说就像刚刚东东在讲 老公发生很多问题了 可是想婚前 一定有很多甜蜜的点 其实他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他为什么会变 是 所以我们讲勇者必狠 那么你现在去交往 你就要先了解 一定有这个缺点存在 否则这样的老公 就不会是好老公 为什么 你越挑他这个麻烦 他就越那个样子出现 是 你说你爱我啊 你要改啊 他说好 但是三分钟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的原因 就在这里 可是你每次 每天唠叨之后 他就越来越不想改 而且本性就越来越发作 他反过来是嫌你唠叨了 所以再来 我们再看 跟刚刚一个完全相反的是 天同颠良 加上地空 这三颗跟刚刚的看起来 是不是就完全反过来 对啊 你看我们刚刚讲 智仁勇 对不对 这个叫仁者 勇者跟仁者 仁者的差别在哪里 仁者一定软弱 暖男 对 暖男 可能相对他也柔弱 那你是希望他来保护你 还是你反过头来保护他呢 你是希望依靠他 希望他独立 还是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 刚刚讲暖男 草食男 我们有很多种的名词 国系男 对 你看到一个画面是说 你受伤了 他在家里 他在帮你呼呼 帮你擦药 这画面很暖男 对不对 但是这个画面 从哪里来的 前面刚刚开车 跟人家A到 他在车上很害怕 是你下去跟人家打架 对 然后回家他帮你呼呼 对 你打架的时候 他也就出来 不要打 真的 对 老婆回家说 那个邻居很过分 怎么怎么怎么 你给我去那个 他说 可能是你过分吧 邻居应该还蛮好的 所以有时候要看上下集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 没有实权实美的人 对 你今天你要嫁给他 你就要先搞清楚 如果今天你希望他 去改变 不可能的 所以天同天良加地空 你说他可能是个好男人 当然也是 会不会是个好老公 就看你用什么标准来看 再来第一个 贪狼去加上情阳 你看我们刚刚讲 智人勇 这就是个智者 智者怎么办 幽默 风趣 很好 可是智者必诈 对 越聪明的人是不是越奸诈 是 想得越深 越有办法 谎言讲得像真的一样 你没办法去拆穿他 傻瓜那个谎言 很容易拆穿吧 越聪明的人 我们不讲说 比如政客是最高明的骗术吗 就是贪狼跟情阳 你如果说他很厉害 他成功的时候不得了 是不是 可是你说这样的人 能不能当个好老公呢 你可能心里就老是没有安全感 然后这样子的男人 他可能容易去利用一些状态 比如说刚才声色场所 我觉得这个地方 能够让我赚到钱 我为什么不去利用呢 其实很多生意的老板 是带着儿子上酒店的 说你先去晕船 否则你以后一定晕得更厉害 很多企业家的父亲 尤其是常常会上酒店的 更会有这样的想法 也就是那是一个必要场所的话 他就会觉得必然 可是你如果婚前问他说 我不喜欢 有哪个男人会傻乎乎的说 好 好 我不去 所以这就我们讲 情人跟老公必然是不一样的 女孩一定要把它分清楚 当你分得清楚之后 你就长大了 好 好 哦 哦 哦 好